五级班让民众俱乐部通过高科技技术成功削减近一半的耗能量 成为本地首个获办绿色建筑金奖的民众俱乐部 五级班让民众俱乐部主要通过采用清洁与再生能源 安装节能和省水装置 采纳节能环保作业方式和成立环保教育中心打造绿色建筑 西北区市长张和彬博士出席了推介仪式 并了解民众俱乐部的绿色基础设施 当局也将五级班让民众俱乐部 成功节省能源的精力编成了一本绿色俱乐部指南 与西北区的其他民众俱乐部分享过去十个月的心得 让其他的民众俱乐部也能够转型为环保民众俱乐部 越来越多的金钻珠宝店采纳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让商铺能够系统化的追踪和自动更新库存的数据 有的商铺不仅节省了工时超过一半 追踪失误的时间也减少七成 来看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员工只需用扫描器一扫 电脑系统马上显示存货数量 易顺金庄自2015年开始运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之后 有效节省工时也缓解货物不见时 员工所承受的精神压力 会员人数也因更完善的客服素质 在短短两年内提高的两成 如果货物不见 我们可能就要叫我们的stuffin一张 我们的stock list出来 然后我们就要两个员工去对 就是一个对货物一个对重量就对 但有时碰到算错或是讲错错目 可能我们就会再要重算 就是我们会浪费很多时间 像现在我们就不用 起初他们有他们的顾虑 这个科技容不容易用啊 我会不会上手啊 可是当有一件物品不见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这个科技其实是很好用的 他们可以很准确地找到 是哪样物品不见掉 所以同时之间会比较配合 而且顾客也有增加的趋势 务工部兼文化社区 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神颖 上午出席了新加坡金钻珠宝商会 第一次在零售店面举办的学习之旅 许多的科技 它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效果 不过关键是在于怎么样的去 很好的应用它 那么怎么样的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 那么这个过程可能会繁琐一些 不过我们的标新局 还有中小型企业中心 都很愿意帮助企业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转型 商会表示目前旗下有20家商户 已采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这占会员总数的7% 中小型企业 未经许可,不得翻新这些 发明,要使用双部队 发明,不得翻新握